尖锐湿油的早期症状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葛新鸿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皮肤科主人医师 尖锐湿油的早期症状 尖锐湿油是有HPV病的感染引起的 它会出现在肛门 会阴或者外申之气部位 比如说男性的龟头 阴颈的地方 女性的阴道壁或者外申的地方 出现了这种小米或者米粒大小的丘整 这种丘整可以是正常肤色 也可是灰白色或者是粉红色 质地非常脆 如果摩擦或者碰撞以后 有可能出血 尖锐湿油在早期大多是没有症状 但是有时会有蜂蜜物的增多 引起恶臭 如果不治疗 尖锐湿油可能长得很大 我曾经碰到一个小女孩 在冈州的地方 长了一个碗口大小的尖锐湿油 主要是因为小女孩才16岁 她发病以后不敢给她的妈妈说 所以说长得越来越大 局部变得恶臭 尖锐湿油都是通过性传播性疾病传染的 如果我们碰到这种尖锐湿油 一定要询问患者有没有不接性胶式 如果有不接性胶式 就要建议患者查血 排除其他性传播性疾病 比如说梅毒或者是艾滋 同样呢 如果您发现有建议室油 建议您让您的爱人一块来查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